好 2月28日的八甲萊索 今個星期就是正正如上次說的 求救個案極多 回答到最後未試有兩個求救信號 一個是Jack 是不是Kiku Jacky哥先 其實他不是求救的 他昨天前兩天問2018什麼環境 我只回答他一個問題 他說他不知道多少錢買了 我只回答他兩句說圖不英俊 有什麼機會趁機會走人應該離場 2018你見到圖其實絕對不英俊 不只是現在這一天 你看到幾條移動平均線 有幾條50天移動平均線一邊吸下來 你走去反彈 還有幾條移動平均線一邊鎖住 這些圖表其實大家 移動平均線我覺得可以有某程度上的參考價值 不是完全用光 但是某程度上的參考價值 他一直沿著一條 大家看到是二十天移動平均線 綠色那條線 他一直跌下來 這個跌浪 是從頭到尾都沒有升穿過二十天移動平均線 你要博反彈的話 你也要跌得很多 距離二十天移動平均線很遠 你才走水 是不是 歷時都沒有話說 OK 1442 1442 好 高階技術股 我為何要配合這些半身股失敗的例子 亦都是告訴大家 但現在開始揭開少許多的謎底 或是謎中 是買和入的一些關係點 還有你要看著市場 這要拍著1442和3680 但有買了3680和1442的頭 1442我想沒甚麼人會買的 因為說明高階 我想你們在我面前 都沒有人敢認識高階 聽號碼有的 聽號碼有的 有一個 他不知道叫高階的 有一個聽號碼有一個 玩東西 直接跟我說他最高的日 最高點買了 我相信你 真的相信你一乘雙目失明 接著最重要的問題 你說你最高點有沒有買 那我就不好意思 讓我傳給你 我就問你 你為何會最高點買 他說沒有啊 只是看你的影片的號碼 寫著這個就要買 嗯 我覺得挺好 每個價位都沒有買到 你最高點 好了 我覺得 我先給你一個 但第二個問題就是 反過來 說明高階技術股 因為我回覆他的 Whatapps的朋友 大家玩玩 他故意吵我 這個朋友 我就問他 我說 你其實有沒有看這條影片 他說沒有 剛才說了 他看片頭 純粹看號碼就算 然後我說 這個說明是高階的 我在Whatapps問他 我說你是不是高手 他馬上不敢回答我 第一個反應 夠不夠膽認高手 夠膽認高手 0.45 不是 那你已經不夠膽出聲 不夠膽認高手 然後第二個問題 我連銷帶大家再問他 我說其實 你有沒有看這條影片 他說沒有回答我 然後我說你有書又不聽 有片又不看 然後我最後給了三個字 判斷你 然後沒有回覆過我 高階 高階 高階的高人 一定是這樣的 好了 回到跟市的關係 剛才我們 我們要學會一件事去判市 為什麼我的飯局 我希望盡可能都會開到呢 其實是很多時候 很多經驗的事情 是一路判市 或者一路看到的時候 才有機會說到 不是很多時候 三言兩語在片 喂 喂 老友 隨便在片段的十多分鐘 說股份幾兩分鐘 你猜可以說得這麼詳細 說我們的經驗出來嗎 是不是 不可能 還有真的強烈建議 是要看大視那條片 強烈建議 就算你不是玩牽身工具 但是 大視的勢 其實都會影響到 一些股份 還有 不要只是好像 那些高階高手 高階高手 就想著 就這樣出來 看完那個號碼 這些高階高手 我欣賞其中一個 我現在的YouTube片 之前之後 有些廣告會賣的 其中有一個 是課程那些朋友 即是 銷售課程的朋友 其實他說 他有個原則 有五個原則 是告訴投資者 你為什麼會輸 其中一個原則 我覺得很認同 就是你純粹看一看 你有沒有知道 他來裡的故事 有沒有知道 現在的現況私況 這個是一個重點 第二個回來了 為什麼剛才在講大事的影片 我一定要講一件事 你要慢慢學會一件事 的判事 你不會完全判事 但是你從這個合邏輯的情況之下 你看到現在兵荒馬亂 你是不是應該都要忍一忍手 這是第一 第二 如果你拉回半身股 很多時候大家會說 不是 我覺得這個事沒有問題 香港和中國都沒有特別 香港幾天都跌完 跌完 跌完 很多時候 你看到外圍一直倒下來 但是你看到香港 因為靠阿爺一直撐住 你看到香港是變相地 每次挖低緣反彈 這個禮拜 挖低緣反彈 每天都試一個新低 試一下試一下試一下 很多時候就出現一個情況 就是狼來了 狼來了之後 第五天 美股或者外圍 再急跌的時候 一下子就衝下來 就一次過湯來了 就讓你沒有急步 通常市況就是這樣 之前兩個星期已經唱了一首歌 叫真真假假 但是這些市況 我無謂唱歌 是不是 好了 回去判市 星期一、二 當你見到美股一、二是大跌的時候 你也看到外圍日本人不是很對路 你開始對一些股份的判斷的時候 你一定要留意 留意什麼呢 這是一個不正常的市 不正常就是你看到外圍 美股強了那麼久 現在側下來 側的幅度應該不會少 你要判斷一件事 第一件事 近來的半身股 大家一定要聽清楚 半身股和市場和恆生指數 那個關係性都很強 那個關係性很強 很多時候當市況比較好一點的時候 那些半身股的表現就會特別醒神 但是當市場不是很英俊的時候 半身股就會靠下來 那個速度也會很快 這一點也要謹記 所以我們現在先看1442 如果你純粹以回 他已經率先星期一 一旦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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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旦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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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旦� 或者星期三你才考虑 你会看到过去的五天 六、六天附近 你会看到出了四支天线 什么叫天线 天线就是它曾经上过去 然后中后段尾线 全部刷下来 大家看看这四条天线 这四条天线六天里出了四支天线 即是一去到高位就有预压 一去到高位就有预压 你再判断屎 你再拍一些半生股 刚才那只 你顺便拍一四四二 你就会看到星期一 一四四二刷下来 这两个我隔一个星期 一四四二是前个星期 这三六八零是上个星期 你就会看到 是否应该半生股 是有点小心一点 到你这两天 你都没有留意到星期三 好未呢 星期三是一支大音族腿 最后来的 开始要反映回市 如果你运防守位置在哪里 或者止洩位置在哪里 止洩位置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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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洩位置在那里 你不想等 不想什么的 成交就不算很多 因为始终受过市况影响 如果你说我要跟策略做的 要走人的 一个洩位走人 即是星期五 刚刚今天 收市前 照正常策略的话 你应该走人 跌穿了收不上去 你应该走人 OK 但是我 有时 会给他多一点点的条件性 这个条件性 我去到范局先说 但如果我觉得 你们新手的朋友 你去两元 买了的 跌到过九 你已经震过猫王 其实你应该是 看多些东西 学多些东西 你才重新 考虑一些部署 这里开始多一点 技术的情况 好似我这么多条片 都从未说过 是当那几天里面 出了几条天线的情况之下 应该会怎么做 出了几条天线 他有没有突破 出几条天线 不买好过买 行不行 不知道的话 你就拿一本本 记录一下其中一个 形态的例子 是一个例子 其他那些 小米 Simon 其他在学习的那些 你全部都留意着 这些形态 OK 当几条天线 全部都拍在那里 通常都不会有运行 就算是 平时都是说 他真是突破的时候才进 是 还有成交又突破 还有你会看到 都是说了一句 你说他现在是否特别很差 没办法 你今天 我们用今天来做标准 这两天 是不是很多股份摄到猪头 是 都是摄到猪头 不是只是他的问题 如果只是他的问题 当然是有问题 但是这个市 大部分股份都挨下来 刚才公孙师奶 已经第一个前提 已经说了 大部分股份你都见到跌了 早前推的叻仔股 多厉害也好 市场这样的样子 有哪个不跌 你看看3319那些 全部都要猪头 Lixie 302 好了 说了两个不开心的事 这些基本上 我们错说会认的 但是在错误中要做检讨 是告诉大家 你要学习的时候 不要纯粹图 或者股价上升 或者跟着进去 但你要看清楚 究竟情况是什么 避免重复犯罪 对 避免重复犯罪 这些事 十年都不一样 这些事 假设一样东西 假设 未来 美国那边 开始 对这个情况 有些缓和 你看回 现在 刚刚这一个星期 折下来的 一些叫半山股 之后 结果是怎样 大家可以看看之后 OK 好了 再说回302 错误一定会 说出来 要检讨 要检讨才会有机会 去反省 下一只 302 302 上个星期 很肯定 又不知道 看上个星期的影片 我已经说了 三天内 会有表现 不说了 三天内有表现 真的 真的 三天内表现到星期四 你们有个问题 走不走 是吧 或者今天跌下来 你说 哎呦 没有走 很多时候 朋友 还有昨天那个 Moon Moon 是Moon 是Moon 你说你同时间 买了3690 不是 买了302 和3680 OK 如果 你说你是因为 一直跟着我Facebook 现在是 刚刚开始在学习 你说追求 如果你一直追求 你应该 你昨天应该有听 你也有看 昨天我在网台节目里 讲得明白 302 头条的位置 都写着302 暂时升完 我才知道 不是 我纯粹用量度幅度 再加上 是什么呢 再加上 时间与空间的情况 来做个衣归 时间与香港的情况 我上星期五 就告诉你 有三天 如果这三天不升的话 会跌到20天 他就会 跟我的做法 跟我的剧本 先升了三天 去到昨天 就照跟我的剧本 到那三个七号机 就倒下来 是否不能玩 不是 但你要看这两天 再提到很多朋友 很多时候 在照片的时候 你没有买 到了目标 走人吃乎的时候 隔两天 看到他跌得多一点 跌跌的时候 你走去 滚水龙脚 买都卖不及 不是这样的 OK 历史 1525 1525 已经威了几天 他炮完上去之后 但一直都威不上去 威不上去 其实是一样 你数五天 这五天也是一模一样 其实大家 你看现在这些片 你会在这个图里 追回近这五天 近这五天就是因为美国佬 卖下来 他都没什么 怎么卖下来 已经算是很硬正 是吧 算是很硬正 但是硬正还是硬正 一个重点是 8.054 不能有失 如果失了的话 我当你在这个位置 你适当一个位置买的话 我觉得你一定都要先 因为现在的二天线 就是8.054 而我自己卖下来的位置 都是大概8.054 我也可以提一提 如果 我们这里 基本上是很开放的 欢迎你 随时 你作出一些假题目 我都会回答你 虽然有些是老作的 是来试试我的功力 试试几次 我都看见你们走人 你觉得 对内里不何处你不像 对不对 接着 如果你真的有些事况 你看不透 你就传个信息 过来 十个里面 我们有一个都会回答 是吗 时间 十个里面 十个里面有一个会回答你 顾头 十个里面有九个都会回答 是有些怪一漏漫 有些可能有时看漏了眼 是时间的问题 总都会回答 通常都是隔一个星期才回答 不是 通常隔一日半日 一日内 一日内会回答你 一日内不会影响到你什么战斗 还有我见到那股是可以的 我通常会回答得会爽手一点 如果我觉得不行的 那些都不用回答得你那么爽手 那么爽手 就只能推你进去市场里面 等你冷静 都要有个冷静期 8点054 不可以有失 那暂时问题不大大 十天移动平均线今天 我觉得今天星期五 很多股都扭曲了 OK 你见到他过去的几日都守住 十天移动平均线 看完未来的一两天 OK 这个不能有失 Nixie 1756 1756情况类似 都是同一只 都是一些教育股 都是大学股份 他一样在高位徘徊了一段时间 星期二也很厉害 折下来然后抽上去 但是星期五也受不了 因为国内今天跌多少 那里跌8点 你多厉害也要跟着 好了一样 但是他两只脚 抽上来也是3.4这个位 如果真的你在上面有货的话 你要留意着 如果再来一次跌穿3.4 而他尾市上不回去的话 我建议你先行离场 他有机会如果这下 真的要插穿3.4上不回去的话 他会碰到50天移动平均线 50天移动平均线 刚才我用过 这个计数的方法量度下去 都是差不多 但是他在说是3.0 少许 3.0 不知多少仙 或3.1附近 那就是说 如果上不回3.4 你有房子 不用问我了 不用再试信我了 跌穿 记住上不回来走 OK 如果不是会见到3.1 那我觉得随笨有正 随笨有正 就是真的跌穿3.4 他上不回来 你走了去3.1买 你省了3毛 你重新再买回 你上面那个变相 不是的 我3个5毛5买的 3.4 或者3.3.5要打把 我输了2毛 但是如果我重新在3.1买回 是不是随笨有正 是的 薄反弹的机会大很多 第一薄反弹的机会大很多 第二个就是 我当你在上面 叫做选守了15格 但是你回来 我当你在3.1买回 买回到3.3 你拉回云条数 你也不用什么加码 那些我很多时候 建议那些朋友 你未必一定要加码 反过来 他是到位 或者是穿位 我宁愿你先走了 他在低位的时候 你就重新买回 低位的时候 不要那么好笑 你刚刚看到他跌穿3.4 然后你走了 我当你3.3买回 很厉害 然后你去到3.3 你又说买回 那你叫梁度的幅度 下来 叫低位才买的 和你那个止蝕的位 差9格 你又去买回 到时你又问我 又会再投降 怎样 下一次我只是 帮我设定一些模特答案 模特答案 我只是答 拍完我那张照片 弄完头来 弄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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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xie 阿里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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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多人想问 可以的了 好了 这些可能会讲得更详细 第一 如果你看到他 不再多说了 在我们犯罪的时候 我一直叫你买 可以买 上去 但你看到我过去这三个星期 口风已经转转了 不是转转 转了 转了我已经讲了三大理由 不知道上个星期的影片 有没有讲到 前个星期好像有讲 就讲了三大理由 三大理由 现在第一件事 你看到外围做得不英俊 尤其是美股和纳指 阿里巴巴跌下去有多出奇 一点也不出奇 基于我之前说的三大原因 再加上现在 美股和纳指 跌得比较 糟糕 但是第二件事 你会看到 基本上它和恒生指数同步 由顶位跌下来之后 由顶位224.7跌到200元 然后反弹 这个恒生指数少少少 黄金比率0.618 爬到上去 217附近 218 那时候我已经提醒了大家 这段不要买了 我不见到它 好像之前那段 百万升上来 我已经提醒了大家 好了 现在再回来 买不买得 都讲了和恒生指数 和这个指数挂钩在 你会看到它过去这段时间 折下来的原因 就是指数折下来 叻仔一点的 就是288 他就做到218 如果差一点 现在266附近收市 他就走回去 你说坚定留 我们就看看 他现在去分200元 就去到上次 26145低位 是不是很贴近 跟着跟指数行 现在暂时 如果跟指数行 我们做一个假设 刚才已经说了 如果假设侧寸2万 去到25500 我画了一条线在下面 亦都画了一个下降轨 你看到阿里巴巴 我已经画了一个下降轨 亦都画了一些绿色的线 OK 不懂的 不要紧 遲些告诉你 在这里说不太多了 懂那些 你有些朋友 已经懂得懂的 懂那些 大胆假证 小心 大胆求证 小心假设 大胆求证 大胆假设 小胆求证 求证当然要提胆一点 是不是 提高一点 提高一点 那你用量度幅图 我自己计算出来 194元至195元附近 你那个位置才博一个反弹 即是如果你用这个假设 即是恒生指数 我当它星期一回来 如果假设 很多假设 在这里 如果再假设 美股再坑多一下下来 要做反弹 美股已经由29800 3000点附近 折到下来 现在大概跌了一成 我当它今天再跌500点 即是说 我觉得有些条件已经博反弹 那你用阿里巴巴 或者用指数 几样东西配合 阿里巴巴这个位置 折到195元附近 就刚刚一个幅度够了 亦都在下降的底部位置 除非你说是小恐慌 再猪头一点 那就零计 但我觉得你去到195元 这些位置买的话 你拨一转反弹的话 其实问题不大 OK 也不要说那么多 说那么多的话 你又会问 是否指示 算了 讲完了 好 今个星期 有多少个股份推介 铁塔 铁塔 当然是跟着灵魂 最好不是全部灵魂 OK 为什么会推介 我好少会推介这些比较稳定的股份 因为现在市场比较风雨飘摇 找回一些比较稳定的股份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而且看到近期 势头都开始有些转机 OK 不要现在在任何机场转机 很容易转机 这些股份 可以看到这些股份 有些转机 转机的情况是怎么的呢 你看到 慢慢开始铁铁铁铁 转小股 改了名叫做赈赈赈 转世股 好 赈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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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赈了赈了 最高到了2.3毛3毛 这次增速期震到你耗电 震完现在 下降 先说其术指标 你会见到震了上来 其实已经推得迟了 因为这一下再挽上来 因为过去两个星期都有一些股可以推下 那就预不到美国那边 其实预不到那个数字 两个亚洲国家的数字那么厉害 这个有些措手不及 有些措手不及 开始要修正 如果真的要在股份身上埋手 就要保守一点 保守一点就不会像之前那些 叫做叻仔股 砰砰冲上去 现在这些就要慢工出世货 慢工出世货的话 你就会见到七八八 近日刚刚说的公信部 出了个消息 刚刚有个市场会议 市场会议就是说 我们要加快5G的建设 極力化 这个是常常听的 但是你会见到 如果现在在国内风雨飘摇的情况之下 哪一个行业商对地有保障 就开始去到5G的设备 那么有这么多5G设备都不稳 为什么会稳了七八八呢 因为第一我看到它开始慢慢转小 但是你说会给到很高的回报率 我又觉得未必会 现在做到一个 未知是多少 一个89附近 是吧 一个80多比较松一点 一个80半留下松一点 一个80半其实都可以买一点 指示位很简单 来这里讲完 不要再问了 OK 指示位如果再跌穿 这个下降轨 它升穿了 如果它跌穿 穿下去的话走人 很简单直接 不用再多说了 目标推上去 先是什么呢 如果现在贴近 一个80半附近 低一点买的话 目标推着2元至2元能量先附近 百分之十左右 慢慢玩玩玩玩玩 一些初学者 这些东西是适合一些初介 对于一些高阶来说 10%对我来说是小事 玩些衍生工具也不止这个价钱 那是另一回事 因为现在这个市况保守一点点 对大家不是一个坏事 这个适合一些初介一点 指示位都放在这里 再有多一点就是如果 你看看它上年出来 初三季的业绩 其实表现不是太差 上升了收入是多了6%附近 中矩中矩 第三季是比较差一点 但是第四季 现在回来的第一季 如果开始投放的资金是多了的话 因为今年要建计机站 大概60万个至70万个 那你觉得电信商要建计机站 对它的业绩来说 今年就应该重新了 所以大家在这个位置 就觉得这个股份开始可以抠了 刚才已经给了位置了 可以抠一抠 那大致上是这样 都没有什么特别补充 有没有特别补充 写忌心急 是的 今天的赛后结果大致上是这样 不行的 这股份我们已经做过检讨 如果是要吸收一下经验 经验是累积的 可以吗 10只里面 一定有一两只 一定有一两个坏人 一致名与春娇 是不是一世人里面 都肯与一两个这样的坏人 好了 有碗还碗 有碟还碟 没有次有 都是这句 这个规矩一定要说 说人话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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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